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6日以线上形式召开记者会 综合俄罗斯消息报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询问拉夫罗夫 如何看待美英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时 拉夫罗夫对此进行一连串批驳 他表示 你们提供的武器射程越远 我们就会将新纳粹分子可能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线推得离我们越远 根据RT发布的记者会视频 BBC一名记者在提问时说 英国已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 以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免受俄军袭击 美国也已宣布要这么做 俄方称这是危险做法 但是如果俄罗斯没有袭击乌克兰 如果俄罗斯没有入侵 就不存在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火箭炮系统的行为 您同意该说法吗 对此拉夫罗夫回应称 俄总统普京已对乌克兰接收新武器的情况予以回应 我能补充的是 你们提供的武器射程越远 我们就会将新纳粹分子可能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线 推得离我们越远 普京在俄罗斯一家电视台5日播出的采访中表示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只是尽可能的延长冲突持续的时间 回答上述问题时 拉夫罗夫还批评北约不守承诺 东扩了5次 你们甚至都不愿听我们的理由 拉夫罗夫说 这里指的是 我们20年来一直警告你们 美国以及北约其他成员国 对你们说 尊敬的朋友们 你们1999年签署文件 称不会有任何国家 为了加强自己的安全而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 为什么 你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拉夫罗夫说 为什么你们国家的首相 欧安组织其他成员国领导人签的东西 成了谎言 你们说 这不是你们的事 想让哪个国家加入 就接纳哪个国家 拉夫罗夫接着表示 你们说 北约是防御性联盟 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 你们还在保卫自己 面受谁的袭击 你们五次自行决定防线 这是怎么回事 想必这是自大狂妄的行为 拉夫罗夫批评到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如今宣称 有必要确保北约在印太地区 要承担的责任 这意味着 你们的下一道防线将转移至南海 要是整体来看正在发生的这些事 这些年来 你们显然认为 自己有权在远离本土的地方 采取无法无天的行为 近年来北约不断东扩 引起俄罗斯强烈不满 普京今年二月曾表示 美国主导的北约不断东扩 完全无视俄方安全关切 是欧洲出现安全危机的原因 如今 芬兰和瑞典又申请加入北约 对此 普京5月16日说 俄罗斯与芬兰和瑞典之间不存在问题 因此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不对俄构成直接威胁 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 在两国领土上的扩张 必然会引起俄方回应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今年2月也表示 欧安组织1999年和2010年 分别通过的欧洲安全宪章 和阿斯塔纳宣言均明确规定 任何国家 国家集团或组织都不能被赋予 维护侯安组织区域内的 和平与稳定的首要责任 而北约和欧盟却坚持其在确保 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方面的主要作用 俄方对此做法绝不接受